来掌握的是食药署呢 他们说为了防止民众出国买药 不是给自己用 是要拿来贩售 要遏止这样的问题呢 居然规定了像是维他命 不能买超过1200克 这样路完只能买两瓶 如果超量带回的话被发现 最重处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其实这样的行则 比带毒品的行则还要重 因此很多民众要问 会不会管太多了 满满一整排日本药品 是民众出国到日本旅游 最爱买的商品之一 但是从明年7月起 买日本药品的规定 恐怕有所改变 像是治疗肠胃的正路完 一次只能买两瓶 维他命则是以1200克为限 但是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 买超过六样商品就违规 让民众又少了一样 出国购物的小确幸 很多出国 尤其去美国都买维他命啊 都买习惯了 会觉得说管 会啊 很怕人家拿回来卖吧 越来越多的一些不法的药物呢 他会透过民众 自用的方式 携带入境 尽量不要把他 把药品当成涂产买进来 甚至如果超量带回国 罚则可是比带毒品 罚得还要重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现在在台湾也买得到 管水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代理商 或是中盘大盘的问题 有些可能会贵个一成 那有些可能会贵的 可能甚至 甚至大概四五成的都有 像是正路完 在台湾买就贵了 快一半 专门擦蚊虫咬伤的药水 价格也高出一成多 民众买不买单 就见人见智了 这里应该讲